台中市第六分局中秋廉假期间 持续进行夜间酒驾零检勤务 就在惠中路和市政北路口 发现一辆千万进口车 疑似有噪音违规情况 立即将车子拦下 清查驾驶身份发现 眼前这名男子日前就已经被吊销驾照 居然还敢违规的上路爬爬噪 不仅如此 一对照车牌又发现 这辆千万名车居然还挂着其他车子的车牌 已经明显违法 立即置单举发 并当场吊扣车牌 并将车辆一致保管 尽管检测这辆千万名车 引擎身符合规定 但包含无照驾驶 还有悬挂他人车牌 一共六项违规 合计罚还六万九千六百元 辖聚警方强调 除了加强取缔酒驾 相关违法情势也不会放过 以利维护市民的交通环境